林雨萱請出臉 1988年生 她出生的那一年 她選擇的是 哎呦 張雨昇 哎呦 妳的這張臉好可愛喔 這應該是還在那個保溫箱裡面嗎 對啊 哇 小小的好可愛喔 選這首歌天天想妳 其實她也做了一些功課 因為妳本來以為是情歌 對啊 我本來以為是情歌 然後就偶然上網看到就是說 她其實是寫給 就寫這首歌的人是寫給她溺水的妹妹 就是死掉的妹妹這樣 然後紀念她的妹妹 然後我覺得就好難過喔 有很深的含意 這個想念跟一般的情侶之間的想念是不太一樣 對 好 那就好好唱啦 好 歡迎林雨萱的演唱 謝謝 convivian 李萱燕 面 parler 李萱燕 但我一直聽見 讓我徘徊在深夜 你在我耳邊 你的每一句誓言 回答在耳邊 一一月月 闪动的双眼 藏着你的手指 假使我的思念 两颗心的敲牵 你一定会看见 只要你愿意走向前 天天想你 天天问自己 到什么时候才能告诉你 天天想你 天天守住一颗心 把我最好的爱 留给你 好 林雨萱的演唱 首先有请张雨昕的学长 梓� 我其实都 每次都很怕听到张雨昕的歌 今天听你唱 我觉得 有听到那个诚恳的感觉 然后 有进去那歌里面 其实我觉得唱歌就是这样子 其实你刚刚一直在唱的时候 其实我没有很注意 在听你的脾气之后 我会一直想到那时候的情形 那我觉得那你就成功了 因为你有吸引到我了 谢谢老师 真的他这个歌声当中 我跟梓鸿学长 当年我跟梓鸿学长 我们在政大吉他社有多少青春充满笑声的岁月 对不对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你跟雨昕之间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雨昕小我两届 因为我那时候我大四了 我快要毕业了 然后我们就就开始贴要争争主唱嘛 本来主唱是我嘛 然后后来就来了一个人就个小小的 然后就傻傻的 就说我会唱歌这样 然后我会唱歌 你会唱什么歌这样 然后他就 我记得唱了Denis De Young的歌 对 哇每一个人都吓到了这样子 对 那从那一天开始到现在呢 我就不唱歌了 碰到了高手 对对 然后他我觉得他很认真 从一开始会唱歌 可是吉他他很烂 到我们慢慢这样子 突然间有一天发现 张瑜伸吉他怎么弹这么好 对 我觉得一个人要成功 除了有天分以外 其实他的努力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来看看你的分数 请评审按灯 林逸璇演唱得到的分数是 第三阶段共有三人参赛 两人顺利过关 林逸璇唱出自我风格 获得评审大力肯定 请评审按灯 林逸璇演唱得到的分数是 15 16 17